大家好 欢迎参加VegaTalk 这一期是关于如何保护仪表 免遭网络攻击的 不仅需要保护公司网络 就像我们在这里的IT部门一样 现在还需要保护全部工厂 尤根 我们的测量技术的安全性如何 你好 史戴凡 数次世界正在进入越来越多的工业领域 如果可能 每个人都希望能够从任何地方 访问生产数据和仪表的状态信息 工业计算机和机器的联网程度越来越高 这使得它们容易遭到全新形式的攻击 这意味着也需将设备武装起来 以防范人类并不断改进 确实 让我们去仔细观察一下 尤根 我还有一个问题 仪表和设备之间是如何通讯的 与办公世界相比这里有什么不同 我们在这里将之称为运营技术 简称OT 与办公室里的IT相反 仪表将测量值传输给网关和控制器 它们又将数据发送到可操作的机器界面 例如 控制中心 所有数据都被捆绑到生产和维护系统中 最终也可供IT继续使用 但这意味着 每个层级都有自己的界面 必须得到相应的保护 正是如此 一体化的安全方案很重要 只有当能查看所有层级时 才能获得一个安全的系统 这个要求更高 IEC62443标准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 IEC62443标准 结合了全球的安全要求 以保护工业自动化和控制系统 工厂建设者 工厂运营商和组件制造商 例如Vega 保护其责任范围 并由此得以实现全方位的安全方案 通过威胁分析 可以在早期识别潜在的弱点 并可在仪表开发过程中采取对策 如果从一开始就遵守所有这些要点 便可以生产出符合最新安全标准的产品 究竟一台仪表是如何被控制的 仪表在交付时是通过一个PIN锁定的 因此没有人可以在送达客户的图中访问仪表 固件更新也只能在加密情况下进行 这意味着不能安装任何被操纵的软件 此外 在仪表中将记录使用错误密码解锁仪表的程式 有不同的安全等级吗 并非处处都需要特别高的安全性 是的 为保护仪表有不同的安全等级 有时 当仪表位于受到保护的大楼里时 无法接近它 这时达到的安全级别为0 要达到级别1时需要密码 在级别2 每个用户都需要自己的专用密码 在级别3或4 登陆时需要双重身份验证 类似于当你登陆网银时那样 为了给客户提供一件尽可能安全的产品 Vega所做的一切努力令人钦佩 为了确保今后的一切保持处于安全状态 Vega设立了一个团队 专门追查可能出现的薄弱环节 一经发现会立即将它排除 Yogan 谢谢你 非常乐意 也感谢你们的收看 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 愚蚓忠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